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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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么将完整游戏环节放出来 要么就退钱 毕竟很多人都是冲住他们去中的会员 如今节目组又遇到将其吸引进去 结果又没有放这段 简直是挂羊头卖狗肉 平心而论 王兴月和吴锦沿着对CP正式大热的时候 节目组既然设置了这个环节 也是知道观众喜欢看什么 但是最终却将两人亲密互动环节全部删减 确实很反常 而节目组之所以如此 很可能与之前时代少年团部分粉丝举报 节目设置低俗游戏有关 原因无奈 其应便是时代少年团全员作客你好星期六 节目组就设置了脸贴脸传递物品的环节 不料是后面粉丝举报 他们只指这个环节很低俗 不仅强烈抵制 还喊话要举报 而就在这个时候 节目组将吴锦沿和王兴月类似游戏环节删减 大概率是与其有关了 最后粉丝行为 偶像买单 这次某些粉丝恶意举报你好星期六 不仅让吴锦沿 王兴月以及后续明星遭遇无望之灾 还影响了自家偶像的形象 简直适得不偿失 希望大家理智追星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